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2年的9月27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意大利的梅洛尼胜选会导致保守主义回归,刺痛习近平 昨天最大的国际事件应该是意大利大选 保守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的共同创始人和主席 梅洛尼将成为意大利的新总理 这是意大利首个女总理 也是战后意大利首个右翼总理 梅洛尼在胜选改言中强调要信守承诺 解决经济危机、恢复传统价值、重建意大利 梅洛尼一直以来的竞选口号是上帝、国家、家庭 他对欧盟持怀疑立场、反对非法移民、抵制同性恋、变性 瑞典大选击败左派,意大利又变天 欧盟现在南有意大利、东有匈牙利、保加利亚、北有瑞典都选了右翼政党 就剩西欧、德、法、比奥和等国了 奥还是中立态度 这都说明西方国家几十年来有所谓的全球化经营执政的时代 很有可能要结束了 西方将回归到传统保守的价值体系 同情作者、穷人、支持同性恋、重视环保 这都没有错 但西方这几十年来在这条路上走得太极端了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达沃斯党及其利益集团 利用这些穷人、同性恋、变性人、环保分子 来达到他们自己搜刮全世界、剥削中产的目的 这些利益集团基本是跨国公司 他们在西方国家推行极端环保 说是保护环境 就为了在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建厂 他们好攫取更多的利润 结果就是西方国家的工厂 在这种极端环保的政策下 都搬去了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 现在又搬去了东南亚、印度 美国出现了铁锈带 欧洲失去了制造业 中国由于生产电动车的电池 还有太阳能板造成的污染 可比燃油车严重多了 他们在乎过吗 这些人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向他们推出的那个瑞典环保女孩 不就是为了忽悠大众的吗 整天坐飞机去全世界演讲 排放的碳更多呢 真要重视 回到古代如毛饮雪的时代好了 是最环保的 像克里还是什么环保大使 他坐的豪华飞机 不是排放更多的废弃 他们这些人嘴上说的都是主义 他们真正在乎的就是利益 意大利这次放宽 对年轻选民的年龄限制 使其在本次选举的影响力大增 就是年轻人已经逐渐觉醒 不再受他们忽悠了 这次全球主义的利益集团 一直以来就是康他人直凯 让中产交更多的税 来帮助底层穷人 而他们却在什么开曼群岛 塞舍尔这些低税地区开公司 来逃税或者避税 几十年来 中产的生活在逐渐增加的高税负下 生活越来越艰难 而这些政客却因为制定了有利于穷人的政策 而拿到了大把的选票 他们若是真的想帮助穷人 就应该受制于 交给他们劳动技能 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 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而不应该靠政府的救济 这些政客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拼命牺牲中产而给底层福利 让他们依赖于低廉的政府福利生活 之后为了福利 年年投票给这些白左政客 再有在家庭观念上 他们推崇所谓的自由 结果导致众多没有养家能力的年轻人 早早的生下了孩子 这些孩子由于没有受到正确的家庭观念的熏陶和教育 最后很多又成了问题儿童 给社会造成了很多负担 他们还让没有辨识能力的青少年 自己选择性别 导致很多为了赶时髦而变性的人 在成年后非常后悔 但是已经变不回去了 这些全球主义精英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推出各种口号 吸引各类人群给他们投票 但就是不管经济有多糟糕 几十年的大放水 使得现在的房价物价高起 导致老百姓承受不住生活成本的飙升 最后抛弃了他们 他们也算是求人得人 这些全球的所谓精英们 这些年混得这么如鱼得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中共在背后给他们提供支持 一是中共提供中低端赏品 让西方的中下层花销不多 却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二是中共的蓝金黄彻底拿下了这些精英 使得这些政客跨国巨头 推出各种有利于中共的政策 并且和中共勾兑 尤其是在一带一路上 他们很清楚中共的一带一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并且还给他们本国带来巨大的债务 但这些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是想尽一切招数和中共合作 但这次上海的意大利的梅洛尼 则明确表示无意继续参与一带一路 他说加入一带一路是一个大错 并且表示要重新审查中意之间的一带一路项目 台湾中央社曾对梅洛尼进行采访 在9月23日的报道中 梅洛尼表达了对台湾的支持 并批评了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的咄咄逼人 以及其对意大利和欧盟的影响 梅洛尼表示毫无疑问 台湾将会是意大利的重要关切事项 他将意大利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描绘为真诚的友谊 并表示自己一直不安的密切关注 中共对台湾的文功无下 他在不久前表示 欧盟应该向北京施压 避免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 台湾将成为意大利重要的关切事项 梅洛尼说台湾是意大利和欧洲的战略贸易伙伴 欧盟也是中共国的主要出口市场 如果他们决定攻击台湾 欧盟就有可能关闭市场 在上河峰会上习近平的表现似乎表明 一带一路在中亚的消退 现在再加上意大利 看来一带一路和雄蛮一样也很快进入烂尾状态 一带一路可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的解决国内过剩产能 还能控制众多周边国家的一个政策 现在不断受挫 连欧盟里最重要的国家 意大利都要重新审视着一带一路项目 那习近平心里还能舒服得了 在心里肯定看似这个刚上台的梅洛尼了 另外今年4月 法国总统大选 马克龙的获胜让欧盟暂时逃过了一劫 但随着瑞典和意大利右翼政府的上台 特别是俄乌冲突 导致的能源和粮食危机的加剧 欧盟内部的斗争和较量也会加剧 中共想通过控制德华 就能控制欧盟的策略 肯定会越来越难 所以意大利梅洛尼的上台刺痛了习近平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